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果园 这个果园哪一棵树的状况不一样 已经要开始差异化管理了 像这个左边这边就比较黄还在标新叶 右边这个到了五年的树 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吹花了 所以它在肥料上管理还有一些差异 像这棵也是树是比较旺的 也可以开始来空淡来开始吹花 看年底会不会有机会挂果 这个就是太旺了,看它的叶片 所以有高弹的部分弹速的话 尽量要控制配合修剪 这棵是可以开始用比较高甲的来控制它的长势